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是怎样的答案会让他的期许容易击中 而击中过后他又会陷入怎样的疯狂 详情敬请收看稍后为您播出的法律与道德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法律与道德 说起这个冯小刚的电影手机 相信不少观众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 想当年这个电影公映之后 一度是引起了这个夫妻之间信任话题的一场 大讨论 并且还出现了查丈夫或者妻子通话记录的一种现象 据说在当时一些移动公司的营业厅 查手机通话记录的人甚至都排起了长队 他们因为存有疑心 于是就想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到底都是在跟谁联系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这个电影里的一个片段 看看都是给那个烧货打的 你看一天能通四次电话 还说做而论道 他一个星期也跟我说不了这么多的话 连手一照没怎么打 就是昨天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打了一个多小时 凡是超过五分钟的 就平定有问题 这是电影手机里的一个片段 虽说这个电影是虚构的人物和情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的现实 你要是不信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故事当中的男女主角 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妻 2008年春节过后 家住吉林市的黄静就隐约觉得自己的丈夫有些不大对劲 黄静今年47岁和丈夫孙志伟结婚已经23年了 因为孙志伟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在外面跑长途 因此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都靠黄静一个人张罗 以前丈夫孙志伟还总是在人前人后夸黄静能干 可现在优点却都变成了缺点 凭着女人的直觉 黄静隐隐的觉得丈夫在外头有人了 于是他打算去查查孙志伟的通话记录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孙志伟的手机密码是黄静亲自设定的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过 可如今密码却突然被换了 而且还是昨天刚换的 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吧 完了之后呢 我就跟我姑娘说妈完了 昨天跟俺的密码 你跟谁说了 我说跟你秀梅姨说了 你傻呀 你没有查密码 你告诉别人干啥呀 妻子去查丈夫的通话记录 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按理说知道的人应该越少越好 可这黄静倒好 不仅带上了女儿 而且还把这事告诉了外人 那么黄静口中的秀梅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包括李秀梅的同事 包括我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个不知道我和李秀梅 从小一起长大 四十多年的姐妹吗 因为两人从小就是手帕娇 而且还情同手足 所以黄静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和李秀梅说 可这回 昨天上午自己刚跟李秀梅提到要查孙志伟电话的事 结果下午孙志伟就把手机密码给改了 难道是李秀梅再给孙志伟通风报信 我觉得肯定是他跟我爸说的 你想想呗 我妈刚跟他提起要查我爸电话的事 密码就改了 一天以后 一天时间都不到 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呢 你想想 两个正常的男女天天打电话 哪有那么多话说呀 换成是你 你感觉这是正常吗 虽然女儿的话听上去也有些道理 但是黄静还是把女儿的质疑全都给顶了回去 虽然嘴上是选择了相信 但是在黄静的内心深处却始终存留着怀疑 一个星期之后 黄静想办法弄到了孙志伟的新密码 不过这回黄静留了个心眼 谁也没有告诉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中国移动通信吉林分公司 果不其然 在丈夫孙志伟的电话记录中 有两个号码频繁出现 一个是完全陌生的小灵通号 而另一个号码则正是黄静的好朋友李秀梅的 之后我就约他出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秀梅你做过啥事你知道不 就这么点 俺俩做一回老又回老 他不承认 黄静的责问让李秀梅大呼冤枉 他说自己和黄静的老公孙志伟哪会有什么私情呢 自己老公在外地做生意 家里没个男人 就因为和黄静是知己 所以遇到事才打电话给黄静的丈夫孙志伟 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孙志伟的印证 我上餐家就是帮忙修修灯泡 说话没气罐什么的 其实这些事都要我媳妇让我去帮她的 按照孙志伟的说法 是黄静让她去给李秀梅帮忙的 这么看来李秀梅似乎真的不是孙志伟的外遇对象 那么导致孙志伟最近行为异常的那个女人又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那个陌生的小灵通号码的主人呢 2008年7月的一天上午 黄静独自一人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公用电话亭 试着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拿起电话 我说麻烦你请问一下是马监管 他说不是 我就眼泪出 从小一直以来 当然就是他的动物 原来从听筒那头传来的那个声音 对于黄静来说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电话中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黄静的好姐妹李秀梅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一切似乎都已经变得很明白了 丈夫有外遇 而且外遇的对象竟然还是自己处了四十多年的好姐妹 这事不管摊上谁都会受不了 没料到听到黄静的哭诉 孙志伟却怪弃黄静来了 按照孙志伟的说法是黄静一手撮合了他和李秀梅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虽然过去李秀梅经常去黄静家玩 但是他和孙志伟的关系却一直很一般 直到半年前黄静要孙志伟教李秀梅开车 两个人的关系才发生了改变 可黄静怎么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决定让他原本幸福的婚姻发生了改变 在学车的过程中随着李秀梅车技的不断提高 他和孙志伟之间的关系也从开始的没话找话 发展到最后的无话不说 没想到李秀梅当初的一句玩笑话真的成了现实 事到如今后悔也没用了 一夜没合眼的黄静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李秀梅叫到了自己家里 一听说黄静要和自己离婚 在一旁一直没出生的孙志伟立马急了 眼见孙志伟表了态 一旁的李秀梅也赶忙向黄静做了保证 就这样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 然而让黄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李秀梅又为了自己和孙志伟好上了 痛定思痛的他将孙志伟赶出了家门 并再一次提出了离婚 他就搬着了 搬着了之后 我姑娘说妈我不愿意看你这么痛苦 你就跟他离婚吧 丢亲的人 你说我儿子还不达值得 之后我也和面移了算了 结果呢有一天 他打电话 领两个孩子去怀 走了之后 不一会儿我就听我手机响 我一看短信 妈我刚上车 我爸可可怜了 衣服领不去黑 这就是孩子你懂吗 他一直咬牙 他看着还可怜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黄敬最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然而他的忍让 并没有能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让孙志伟有任何的感动和愧疚 相反的 孙志伟干脆把自己和李修梅的恋情 放到了桌面上 这感情这个事 其实也没有谁对谁说的 就是觉得跟李修梅在一起 就是特别开心 特别合拍 就这样 孙志伟一方面继续和黄敬过着夫妻生活 一方面仍然和李修梅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他拿不定主意 说黄敬 我不能在你们之间这么周旋了 我说我最好的朋友 出卖我 背叛我 我说对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样 我说我还有啥可相信呢 黄敬的隐忍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妻子的无奈 毕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某种程度上 也正是因为他的妥协退让 才使得孙志伟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还非常自得的周旋 游走在李修梅之间 然而虽然表面上 黄敬对于李修梅和丈夫之间的事情 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但是事实上 在他的内心深处 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放下过 因为这种夺夫之恨 他曾经无数次的幻想 这李修梅有一天从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 这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 没过多久 这李修梅真的失踪了 2008年8月2日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刑警大队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通过深入的走访调查 警方发现李修梅的背景并不复杂 唯一就是在男女关系方面有些问题 就发现这个李修梅的接触关系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孙志伟 他俩关系就是比较暧昧 孙志伟他媳妇 黄静你就是说对李修梅就意见老大了 就是挺恨你 你把这个老头给整起了 他还挺上火的 之后完了咱们唯一线索就 还就是说 现在就怀疑就是说 这个李修梅失踪跟黄静有一定关系 那么黄静和李修梅的失踪 真的有关联吗 就是在09年的6月19号 咱们把那个黄静人就是说找着 找着经过审讯 后来黄静人就把这事了 原来自从得知了丈夫和李修梅之间的事情之后 黄静不仅懊悔自己当初的引狼入室 而且对于李修梅的横刀卓爱 更是难以释怀 和另一个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 虽然表面上黄静是妥协了 但内心又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呢 于是黄静决定找人去教训教训李修梅 把李修梅教训一顿 一方面是为了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另一方面或许还可以离间李修梅和孙志伟的关系 这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 然而计划是有了 但上哪儿去找人做这件事呢 照片上的男子就是黄静口中的那个李山 因为黄静在加油站工作 而李山则是开出租车的 所以两个人就这么的认识了 但是照理说 两人毕竟只是点头之交 黄静为什么会那么肯定 李山一定肯帮他的忙呢 按照黄静的说法 因为李山对他有特别的好感 所以他毫无顾忌的把整个计划告诉了李山 一切准备就绪 就只差把李秀梅骗出来了 然而还没等黄静去找李秀梅 李秀梅自个儿就送上门了 我没骗他 我不用骗他 他自己要上你家 我和李秀梅就是说的 打车的时候就迎面碰到孙志伟车了 碰孙志伟车了 忘我说的小伟 完了他就猫车到底了 所以我不让他知道我上你家 这真是奇怪了 李秀梅和孙志伟不是情人关系吗 他为什么会害怕见到孙志伟呢 我一事先已经告诉他 他和我老婆之间 就是情水不换河水 我事先都告诉好了 我说你不要去找我老婆 你不要背着我去搞这么多事 当时他也是答应我了 这件事 原来李秀梅怕的不是见到孙志伟 而是怕被孙志伟看到自己去找他的老婆 他俩不就回那个家了吗 回那个家了在无老科的时候 大门就刮啦刮啦响啦响 因为是铁门手头一开哗啦哗啦响 一响他也害怕了 因为孙志伟回来了 完整呢他就弄猫起来 我不要他知道 孙志伟的突然折返 让李秀梅吓得 赶忙躲进了黄敬家的衣柜 躲在柜子里不敢出声的他 何尝会想到 进屋的人其实并不是孙志伟 而是黄敬事先通知好的李山 我进屋的时候 这个女子吧 就得跟李贵李猫吧 我也不知道 她因为啥猫的李贵李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进屋之后 我说你还往哪儿猫 孙志伟告我 让我整死你 说完之后 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 这女子把李贵推出来之后 乍开始的时候 她往哪儿捕的时候 我也不止啥子 奔我捕了 我就拿着锤子 就迎面了拿去了 这一锤打之后 她已经就是 就啥子的地 就已经蹬腿了 蹬腿脸上都是血 如果她要不在李贵里 奔我扑来 我绝对不在说 是跟锤打她的 她都奔我扑来了 锤子让我才给这个 就是我今天 奔我脸扑来 我也不知是啥玩当时 我就是给她这么一锤了 这一锤打倒之后 就是没有 手就松不回来了 那彻底就傻了 脑袋一片空白 我就记得轻松出手 她那个脚盒 我跟她抬 抬上去了 地下还有一盘血 我记得这两样东西 永远又哭 为了不让人发现 李珊和黄静 连夜把李秀梅的尸体 运到胶外掩埋起来 2009年7月12日 李珊 黄静 因涉嫌 故意杀人罪 被吉林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都说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身皮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黄静 是因为自尊心 被践踏摧毁 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那么为了顾及脸面 也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 她曾经苦苦的挣扎 但是在发现 自己的付出和退让 都统统无效的时候 绝望的她 怀着侥幸 走上了共同毁灭的绝路 面对这样的悲剧 我们在一生叹息之余 也应该实时的警醒 如果要是放任自己的欲望横流的话 最终难保不被泛滥的欲望所淹没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与道德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收看我们的第四焦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